以色列国在一场大战中惨败 以色列军队像羊一样被宰杀 许多以色列人成了努力 那时,这诗篇是对耶和华的热情恳求 以拯救他们脱离当时的苦难和无助 诗篇的作者深感悲痛 并将他们目前的悲惨境遇 比作神用大能的手 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 并击败江南人将他们建立在应许之地的日子一样 令他们深感悲伤和痛苦的是 以色列人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干预 不但如此,却还允许这场灾难发生在他们身上 诗篇的作者声称他们一直忠于神 并没有污漏企图去敬拜其他以外的神 那么,为什么神还是抛弃了他们呢? 虽然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让他们面对如此可怕的压迫 但诗篇的作者了解到 他知道他们的苦难在某种程度上 与他们被认定为神的子民有关 这种认定 以及神对他的子民永不放弃的爱的信心 促使诗篇的作者不再恳求神采取紧急行动 来拯救他们的哀叹 你目前是否正在经历困难的情况 或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 正义似乎是盲目的 神似乎如此的遥远 你想放弃 因为生活似乎如此无意义和绝望 不,我们不能总是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悲剧 尤其是那些发生在神子民身上的悲剧 但要像诗篇作者一样 在神永不放弃的爱中振作起来 在困难时期 我们总能接近他施恩与怜悯的宝座 诗篇第44篇 神啊,你在古时 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书说过 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 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以苦带列邦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臂得胜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绑臂和你脸上的亮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 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 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为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 我们终热因神夸耀 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 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 使我们受虏 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 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 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养 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 被四周的人知笑几次 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邻辱终热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都因那鲁骂毁谤人的声音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这都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却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 用使因遮蔽我们 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神岂不监察这事吗 因为祂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祢的缘故中热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窄的羊 主啊 求祢睡醒 为何紧睡呢 求祢兴起 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祢为何掩面 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 和所受的欺压 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 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 求祢起来帮助我们 凭祢的慈爱救赎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慈爱和仁慈的天父 我们承认祢是全能的神 无所不知的神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充满了恩典和怜悯 祢的慈爱永远长存 祢的信实直到万代 祢保守着我们 祢不打顿也不睡觉 在遇到困难时 我们可以向祢寻求帮助 我们举起那些在我们当中 因祢的名昭受不公正 或面临剥害的人 我们祈求祢特别的恩典 临到他们身上 主啊 愿祢更新他们的思想 兼顾他们的心 更新他们的灵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